2018南投市街茶叶博览会6号上午在南投市中兴会堂盛大登场 已经迈入第九届的茶博会早已经建立良好口碑 刚开幕首天就马上传来县长特等茶被人买光的好消息 而且今年为了改善环境 主办单位特别在众多展览馆里头加装冷气 让来喝茶逛街的民众不用再汗流浃背 而县长林明珍也特别邀请民众 在14号之前到南投喝好茶 体验丰富的茶文化 茶师在台上唱着来南投喝一杯好茶 简单的歌曲优美的歌声来为2018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热闹开场 来自南投各地好茶甚至国内外各品种茶都在这里喝得到也买得到 那么许多的在地特色的这个茶 包括我们的红茶或者我们洞顶乌龙茶或者是我们金轩茶等等 都是我们在地非常重要的特产品 那也借着这个博览会能够传到全世界或全台湾各地去 今年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除了原有的黄金品名馆 国际茶席馆以及千人茶会千人楼茶等经典场馆 关于活动以外也增设了小小茶师馆及创新的下午茶宴 加上去年曾有乡亲发生中暑案例 今年特别于各展览馆甚至到厕所都有加装冷气 让来喝茶逛街的民众不用再汗流加倍 那么尤其这次的我们的品名馆 还有我们的幼祖茶龙展售区 为了让我们来品尝的所有的民众 有一个更好的私事环境 所以我们今年都装了冷气 让这些来品尝的这些民众 能够在优雅的环境中让他们慢慢的品尝 预计大概可以吸引将近60万人来参观 而且茶叶博览会刚开幕 就立马传来有台商买下全部县长特等茶 即来自台中爱好茶的朋友 也将县长二等优良茶都买光的好消息 我们的地狼自己衣服务一斤起来 所以说村子就是他把我们买回来 把我们买起来 头等的同样 每一个100块钱都拿10块 所以说头等到优良都能给我们买回来 所以说这个名声 这个地名都已经处理到海外 南投是茶产业的重要大线 今年迈入第九年的世界财宝会 集合县内及国内外各地好茶 无论是喝茶表演体验 连续九天一系列活动 丰富多元 也欢迎爱好茶的民众 在14号之前 周庆盆好友来到南投喝好茶 借铃山南投现场报道